真的假的 有剛剛有網友直接傳了TOYS講的那個文章 我還看到在這邊 PO給你們看 他說不知道真的還假 這個是TOYS 劉偉劍 他的文章 他的文章他回去了很難過的回去了 長頭師 不知道這個不知道 沒有確定的是 不要捕風捉影 這個很恐怖 真是的 本來就不可取啊 如果是真的的話 我相信 我相信Royat Royat會做出處置喔 美國原廠 就是Royat會做出處置 就是我晚一點把我晚一點把這個訊息 訊息給Royat的台北的總經理 我來問他一下 叫他去了解一下 那怎麼辦 那我們丁特怎麼辦 問丁特啊 HKE是屬於香港的 香港的 香港的隊伍又不是台灣的隊伍 所以這個事情應該是要讓 他那個是說 HKE 開台可以賺錢喔 HKE的老闆 叫他們打 可是他們隊員 否認 但是HKE還是被罰錢 罰20萬這樣 被誰罰錢 被那個好像是 Royat Royat Royat罰錢的 Royat罰錢的原因是什麼 好像是就是 我看的話 我是 他是說 因為 他們HKE上層叫 他們下層要 讓 就是要讓MSE贏 可是 他們還是沒有照做 他們說他們不要 所以最後 那場比賽 HKE贏了嗎 他們是打兩場 一場HKE贏 一場 輸 這樣 Toyz說他沒有做這種事 所以他 很傷心他就回去了 OK 好 我等一下問一下 我等一下問一下 我現在 我想 大家 不知道 中共 依我 打假賽 OK 那這個是策略性的事啊 也沒有什麼所謂的故意不故意啊 那你賽制是這樣啊 重點是只要是對自己的隊伍好 這個沒有什麼所謂的不對啊 對不對 我直接問 好不好 然後 我來問一下 我直接問Royat 台灣 亞太區的經理 我現在直接問Royat的電競經理 我現在直接問Royat的電競經理 我看他在 喂 喂 Cody Cody 不好意思 你方便講話嗎 因為我剛剛 我剛剛在開直播在打英雄聯盟 然後 就很多人跑進來 就很多人跑進來講Royat的事情 然後我剛剛就問Royat 發生什麼事 然後 因為他們 他們都在討論啦 一大堆人在講 然後 那個Royat就叫我打電話問你 他說你比較清楚 是怎麼了 那個是一個策略的策略的作法嘛對不對 對 所以Royat應該也不會怎樣嘛對不對 因為這個事情不是那種 應該他 他就類似像 那N 了解 然後所以 所以老闆就不高興拿合約去 去威脅Toys 不知道 了解 了解 好 那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好 OK 好 不好意思打擾打擾 拜拜 OK不需要關麥 因為這種事情本來就是 這個事情是已經 被吵到網路上面來了 然後 這種事情其實是沒有什麼 我剛剛直接聯絡了 直接聯絡了這個 Royat的電競經理 然後 跟我剛剛猜想的狀況是一樣 所以其實 剛剛他在電話裡面 那個聲音也蠻大的 你也應該 多多少少也聽到他的回覆 就是說 他們的賽制是那樣子 那也就是說 他們的老闆是有 叫他們 叫他們去 叫他們去做這個事情 但是呢 他們並沒有 最後的結果 並不是打假賽 所以呢基本上來講就是說 這個有關於就是說 HKE的老闆跟 選手之間有什麼問題 那 這個電競經理他不好意思說 他不好意思 不是不好意思說 他的意思是說這個是 人家公司內部的事情 他不便說明 那 也就是說 原本那樣子的一個賽制的狀況之下 其實NBA很多這樣子的情形 那 聽到基本上不會有任何的 所謂的懲處這件事 那只是說 只是說好像就是 這個原本 HKE的老闆叫他們打假賽 然後他們 就是不願意 然後最後也是贏了 那基本上 基本上的狀況是這樣 所以應該沒什麼 現在在談論就是我剛剛電話的內容 那基本上這個 過程也沒有打假賽 然後結果也沒有打假賽 所以基本上對於 HKE的選手 在那場比賽的過程當中 沒有所謂的假賽的問題 HKE HKE的老闆是不是有拿合約去 去跟他說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不是 就是他們內部的事了 那 可能 可能電競經理 也不會去過問太多 那基本上那個比賽 就是比賽是很正常的 不是說所謂的就是HKE本來應該贏的 然後他故意輸掉 這個意思 沒有啦就是 剛好有這樣子的人際關係 就為大家 把事情講開就好了 因為我跟我剛剛 跟我剛剛聽完以後 我的感覺 狀況差不多 對因為說真的 就是說 應該是沒有假賽的問題 剛剛 聽到的就是說 Royot這邊是沒有 沒有所謂打假賽的問題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讓我來吧 我來聽說 那我去看 我來聽說 我來聽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